这两天,东京残奥会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24号晚上,也是顺利完成开幕式的演出 在奥运会上,东京比试,扬象摆出 想着残奥会应该会在多方面都会留意以免出现问题 可终究还是高估了东京的慎重 在残奥会的开幕式上,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事 升过其时出现了乌龙之间 估计观众看了都替东京感到尴尬 这次在东京举办的夏季奥林匹配运动 真的是不让人省心啊 在8月24日晚上,东京残奥会正式开幕 运动员在入场仪式上有了新的创意 无论是哪个国家,不管他们能否来参加残奥会的开幕式 大屏幕上,同样会把每一位运动员的名字打在上面一一掠过 这一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讯 让残奥会的每个运动员都得到了该有的尊重 第一个出场的是难民代表团 作为东道主的日本是在最后一个出场 按照日本排序,某国代表团是在第98位 骑手分别是轮椅射箭运动员周嘉敏和田剑运动员黄浩 阿富汗这次因为自己国内事态严重 也就取消了此次的残奥会比赛 不过,日本还是让一名制片者代表阿富汗骑手 举着阿富汗国旗出场的这次的开幕式演出 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表示 阿富汗国旗将作为团结和平的标志出现在一序中 也祝愿他们国内早日恢复 这一切进行的都非常准利 可到最后,日本双国旗环旗出现了重大虚故 本来长方前的国旗 应该是宽的一面挨着升席杆的 可升起来的时候是长的一面挨着席杆 出现着离谱的一幕着实令人有些尴尬 后续被很多人调侃或是躺平 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这一问题 将日本国旗放下来后 调整好又重新升起来 毕竟这是残奥会开幕式的重大虚故 这一画面自然是没有出现在观众面前展现 除去这次的虚故 其他的方面上做的还是比较有人情的 残奥会一直都是不受人关注的 在一望的奖牌榜以及金牌榜上能够看到 我国已经是连续大战四季第一 不管是金牌树还是奖牌树 都是远超其他国家的 想必这次也是力争无连贯的 可尽管这样 观众人数一直不脏 但是这些运动员并没有太在意这些 哪怕自己神患残疾 但是照样让自己的梦想 他们在残奥会上展现了不服输的景色 在正式比赛的一天就出现了手机 这次同样是我国的运动员拿下了手机 在25号轮椅期间比赛中 进行男子配件A级比赛的较量 我国基建选手李豪 在决赛中落后的局势下实现了大逆战 最后双方相差三赞 成功击败乌克兰选手夺得冠军 作为我国代表团 获得本届参奥会的首位金牌 而且这次李豪首次来参加参奥会的比赛 上来就为国家争的荣誉 在同一天 更让人兴奋的是 我国剑客金果不让屈美 轮椅基建上连续获得四位金牌 分别是男子配件个人赛B级选手 荣燕 他可是一名老匠选手了 在礼约上也是金牌得主 其次是边境获得女子配件个人赛A级冠军 和谭淑梅个人赛B级上的冠军 轮椅基建运动员一天内为国奉献四季 在当天 还有一枚金牌 来自于女子200米自由泳上 我国张力选手 为中国队银赛 本届首枚游泳金牌 还有一枚银牌 两枚铜牌 截至目前我国奖牌榜排在第二名 第一是澳大利亚拿到六金一银三头为去榜首 看到这些残疾人真的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到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 生活中要是觉得坚持不下了 就看看他们是如何来鼓励自己的 不为生活所获就选择放弃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这次东京奥运奖牌 前两天我国的蹦传体操选手朱雪阳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件尤为搞笑的学舰 在他发现鸡排上缺了一小块 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是脏了 就擦了擦 还是没有掉 之后就抠了一下 下面也就出现掉皮的现象 这也是被网友堪称为 在多弄几下 就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是一块巧克力 开始就朱雪英一个人是这样的 没想到之后 又有几个运动员的奖牌 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快在网上占据的一则缩点 通过在网上查到了 东京这次的奖牌并不是重新制作 也有报道称 这次奖牌是回收电子垃圾制造的 贴取里面的新手材料制作而成 也就是说 奖牌都是来自电子垃圾 日文也是说到 这是为了环保 才会想到应这样的方法 此后也表明 咬面的内层掉了 并不影响金牌的本身价值 为了个金牌 还真是连底油都特性找好了 难怪死前说 最好不要用嘴去摇奖牌 原来是有这么大原因在里面 使用这种方法提炼 还是奥运历史首次 日文还真是无独有偶 不过获得金牌 一直是一个流程 在赛场上 你有这个荣誉就行 怎么说 因为组织争光了 把奖牌拿来当收藏 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也期待 藏牌会顺利完成 预祝中国竞篇 顺利归来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